与女警引乱被偷拍一拳打掉下属牙齿的公安局长终审获刑17年徒 安徽司法厅原副厅长程翰受贿案日前终审维持原判 获刑17年半程翰曾长期把持合肥市公安局 其曾与女警开房被偷拍勒索 竟让当事女警参与抓捕偷拍者 但他也因太霸道 一拳打掉下属牙齿引发落 马俊新安晚报消息 安徽省高级法院11月9日中审裁定 维持此前邦布市中级法院 对安徽省司法厅原副厅长程翰受贿 逊斯王法医案所作出的一审判决 1963年11月出生的程翰 1985年进入安徽省公安 听工作2006年至2015年2月 程翰历任中共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 合肥市公安局局长 合肥市副市长 安徽省司法厅副厅长等职 2016年5月程翰落马 2018年7月13日 因受贿罪 逊斯王法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17年06个月 并处罚近400万元人民币 一审宣判后 程翰当庭表示提出上诉 但安徽省高级法院最终审查决定维持原判 中共公安系统作为中共维稳政权 打压人权的黑手 以前中共政法王 周永康为首的诸多政法系 官员腐败淫乱不堪 并且作风霸道不可一世 据北京日报旗下公号长安街之事 今年8月12日报道人称霸道官员 得程翰有两次打人广为流传成 翰曾到某派出所视察一名警察在电脑前忙工作 没看见没及时起立竞理 被程翰一个耳光打上去 骂其不长眼还多次在内部大小会议上 是只为不懂规矩 另一次是因一次公务接待上的琐事 程翰嫌疑为下属副局长 没陪好 他的客人当众大骂后动手打人 用力过猛打掉该副局长 一颗牙蛋在此事之后 该副局长家属就一直向安徽省有关部门举报程翰 此后程翰试图开始失忆 2014年8月程翰谢去合肥是副市长 是公安局局长 党委书记三个有识权的职务转任 安徽省司法厅副厅长 2016年5月程翰被查 据悉 程翰曾将下属多名女警 发展成情妇 有的情妇在局里是公开的秘密 但他并不避讳 有时甚至在酒桌上以此次花 2014年程翰与女警花情妇 蔡某到合肥天鹅湖酒店开 房却被80后女子王贵局 和一名男子李永 用针孔摄像头偷拍下不雅视频 还储存到优盘中 寄到了程翰的办公室 而令人则舌的是作为不雅视频的两名当事人 程翰净命女警蔡某也参加到该案侦查工作之中 直至将偷拍者抓捕判刑 继继继继续